各位網上的朋友你們好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今天這個特別的講座叫做《信仰的美》 我是殷福堂的張樂聖傳道 今天會做這個主持 會介紹我們嘉賓的一式間 叫做《信仰的美》 這個都是我們殷福堂很少碰到的問題 藝術 我們殷福堂都很少去特意去講 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這樣去學習一下 講一下開場白先 我相信殷福的朋友都是第一次見我戴這樣的口罩 我都是為了今天這個特別的講座 我就戴這個口罩 我看上去其實都挺好的 因為綠色我又穿綠色 都挺適合的 不過有些人看就說 不是的 這個口罩完全不適合你 各日見仁見智 你知道美不美也是主觀的 不過聖經那裡講 神所創造的每一樣都是美 每一樣都是好的 每一樣都是好的 我們作為信套 在我們這個基督教訓裡面 究竟又應該怎麼去看呢 我猜不只是主觀的 我們都應該有些客觀 還有應該有些神學 我們一起可以去學習的 一會間 一路去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個Q&A的時間 你可以在YouTube Live 即是下面的Check Room 寫下你的問題 一會間還會有些問答 要你即時回答 大家就快一點 就可以回答你的答案 讓我們一起有些互動 不用大家那麼多時間了 我想快點介紹今天的嘉賓 今天的嘉賓 洪志娟博士 他在Webber的崇拜研究中心 學院就拿了崇拜學的博士 我又知道他在Alpha Omega 也有幫忙做總監 然後播度神學院 他的證書課程也有幫忙教的 最特別的 我看到他在澳洲的黃金銘爾本理工大學 讀了這個圖藝 我很特別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因為你是讀圖藝 所以你就去到Webber 這裡就讀這個藝術史 這方面有關的呢 其實是剛剛調轉的 我其實接觸開始崇拜師奉 是由音樂師奉開始的 到一個位置就覺得 其實除了音樂 其實都可以有一些 在教會裡面崇拜的設定下 可以做一些報紙 其實一直去嘗試 到最後再讀崇拜學的時候 到最後我論文就是選寫了 視覺藝術在崇拜應用這個範圍 在一直寫論文的過程裡面 我發覺我又好像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去找 或者去 雖然透過閱讀裡面認識了很多 但是始終我不是一個 即是藝術的背景 其實作為一個 試過藝術的人 他做創作怎樣做呢 整個過程是怎樣 或者當代藝術其實是一件什麼 一回事呢 就很想去進心 希望可以這樣再跟神學可以有些結合 所以這樣也是在我寫論文的過程 我才開始去讀圖藝 原來倒轉的 我還以為讀完圖詞 然後再去讀崇拜 我看到洪志娟博士很有心 好像保羅教導那樣 我要做得著什麼 我要做什麼人 得著這些視覺藝術的人 去讀 真是很好 不如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我們將時間交給你 由你開始跟我們介紹 好啊 好啊好 大家好 各位殷福堂的帝影姐妹 或者傑卡的朋友 今天就因為疫情 我們就沒有實體 只能夠網上 但是都想跟大家有些互動 我今天就帶了兩個很小的瓶 我很想大家給我一點點回應 這兩個瓶我想大家 你給我一個即時反應就可以了 誰覺得漂亮呢 這個是1號 這個是2號 還有給我一個簡單的原因 在留言上給就可以了 我會有個投影片 大家可以再清楚一點點 可以看到那兩個是怎樣 大家不需要太過想得太複雜的 你覺得1號還是2號相對上漂亮一點 可能大家覺得兩個都不漂亮 所以 所以 沒有什麼反應 有人說了2號 有人說了1號 可以給我一點點原因 你為什麼會選擇2號 還是為什麼會選擇1號 暫時2號多些 簡單一兩句的原因 很多人開始回答了 1號都各有市場 1有人解釋過 給我一個原因 是因為喜歡它光滑 2有人喜歡喜歡這個型態 都是因為形態 繼續有 還有 有一個說 就是因為喜歡1 多些因為有一個粒的曲位 有人喜歡不規則 就是1號的不規則 有人喜歡2號的形態 有些喜歡工整 所以選擇2號 有些就喜歡它 就是有那個扭動的形態 所以喜歡1號 我想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了 我們又是時候 對 很多謝大家 我想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大致上去到這個位置 沒錯 其實大家 都很好 大家的回應 都如我所料 就是1號2號各有市場 多謝大家 雖然兩個瓶都不太漂亮 但大家都肯選 當然是1號2號 其實大家說的答案 正正就是 我們一般 怎樣去看一件事 漂亮與不漂亮 如果我們查字典 美 美 美 這個字 都在說 對於 一個物件的形態 它的 顏色 它的 結構 而 令到我們有一種 對於 審美的感知 這個就是 一個 我們稱為美的意思 是什麼 但美 是否一個純主觀的喜好 但其實我們又發覺 美與不美 往往都是受著很多因素的影響 社會文化 扎腳是否美 我們今天 我相信大部分人 我們未必會覺得是美 但可能在古代的社會 那是一個美的標準 或者會受著我們接觸的層面 或者我們的經驗 都會影響我們覺得那樣東西美不美 或者你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好像我們經常說 吃得如此多 你就會分到哪些是粉絲 那同樣都是 可能你看了很多 某些東西的時候 那裡都會影響 我們會認為那樣東西是美 我們的成長經歷 就說 有些東西 是跟我們回憶很有關係 那樣東西令我 特別有感情 例如我這樣 我很喜歡吃雲吞麵 就是因為那裡有我的記憶 有一個回憶 所以那樣東西就是好美 同樣看的東西都是 那樣東西 可能和我一個 異時的回憶有關 或者是一個我很喜歡的玩具 或者陪伴我成長 那就是美 所以我們很難界定美與不美 有多少是主觀 有多少是客觀的因素 但我相信大家都認同 其實美這個特質 是神給人一個很特別的特質 就是和其他受俗之物不同 就是有那種審美的特質 在聖經裡 我們看到創世的序事裡 每天的結束都是說 神看為好 神看為好 有這個評價 即是這裡已經反映了 神對美是有要求的 是覺得美、覺得好的 而我們作為人 我們是照著上帝的形象去做的 正正就是把這份審美的特質 賦予了給我們 所以美本身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 讓我們透過美這件事 我們認識 我們創造我們這個神 以及把美感賦予給我們這個神 如果我們說崇拜是神和人相會的時候 那美這件事很應該就在崇拜裡面被反映出來 以致我們能夠透過去經歷美的時候 我們更加去感受主的同在 以及更加去認識這個美的源頭是怎樣的神 那我們為什麼又需要用藝術呢 藝術正正就是一個 將物質去呈現美的一面的一項技術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用藝術 那其實藝術的範圍很廣泛的 那今天的講座呢 我們會多些去討論視覺藝術 那所以音樂 戲劇 形體藝術 就是body art 我們今天裡面 我們就不能夠太多去涉獵了 那至於就算視覺藝術本身 在宗教和靈性主題的藝術呢 都是很多的 那我們今天呢 也都會集中多些少去討論 在崇拜空間裡面的應用 那今天的分享呢 大致上我會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會看一下在聖經裡面 崇拜空間的設置裡面 有沒有一些給我們提示和一些原則 而第二方面呢 就是歷史方面 就是崇拜空間呢 在藝術應用在崇拜空間裡面 究竟歷史裡面的演變是怎樣呢 而第三方面 我們會回去討論一下 藝術在崇拜空間的功能是什麼 而最後我們會透過幾個當代 崇拜裡面的一些應用的範例 我們又再刺激一下我們的思想 那我們又去第一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講著聖經裡面崇拜空間設置的一些原則 在聖經裡面最具體崇拜空間的例子 就是會莫和聖殿 會莫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會莫的字的意思就是它是一個聖所 是一個上主居所的意思 所以顧名思義 會莫是神臨在以色列文中間 亦都是一個以色列文 向這個納約的主敬拜的一個地方 會莫本身是流動的 他是隨著以色列文 由春埃及到加南這個旅程裡面 一起去遷徵的 起行的時候就拆開運送 而停下來又重新組裝成為一個敬拜的地方 但會莫雖然是流動的 但他的造工一點都不適合 神對會莫的規定有很仔細的要求 我們可以看看春埃及記的地方 春埃及記裡面 25章講得很清楚 就是神吩咐摩西和以色列文 要為他做聖所 使神住在他們中間 又要照著神指示摩西 怎樣去做帳幕 以及其中一切的器具 都是照著神啟示給摩西的樣式去做 經文裡面其實用了七張篇幅 由25章到31章 就很具細無為地列出了匯幕的結構 其實是屬於物件 他的面色、用料、內部層設 包括一些禮儀用品 甚至是什麼人參與建造 其實都有很詳細的解說 我們嘗試用一個平面圖 我們去撩嵌一下繪幕的設計 其實繪幕的設計 我們從圖裡都看到 是一個非常工整的設計 圍繞著繪幕外圍 是一個帳幕圍著一個外圈的地方 是一個2比1的長方形 而中間繪幕的部分 是由聖鎖和智聖鎖去組成的 聖鎖也是一個2比1的長方形 二十爪乘十爪 而智聖鎖是一個十爪乘十爪 它更加高十爪 所以是一個正立方體 而整個繪幕 我剛才說過 它會拆開又會再重新組裝 但每一次組裝 不是隨便我哪裏有位置就擠出來 是一定按著一個指定的方向 是一個按著東西族的方向 門口是向著東邊 在釵埃及的二十七章十三節有說 而繪幕裏面 我們今天未能夠很仔細提 但裏面有提到用什麼材料 其實裏面的材料 其實都是一些貴重的材料 包括了貴重的金屬 包括了上等的木材、皮甲 以及特別掩製的一些布料 有香料、有寶石 亦都配合了精巧的金工 木工、刺繡等等工藝 對建造工匠的要求 亦都需要有精湛的技藝 以及更加需要有美好的靈性 以及我們看到 其實由匯幕進入匯幕 入院門到進入聖所 其實在這個層次裏面 有識經學者會分析 由入院子到聖所到至聖所的入口 其實是越來越窄的 而每一層由最外圍到最核心的 經過聖所到至聖所 其實裏面所選的物料 都是越來越貴重的 就是外面那些是銅 到裏面就會是金的 其實這裏都是反映著一個 越來越進入聖結的一個通道 越來越走向聖結的核心的一個提示 而最重要的是整個層次裏面 包括通道、哪裡擺放什麼東西 是有意思的 因為那個的意思 都是要為了引導有罪的人 如何接近聖結的神 其實都是一個禮罪的教育 因為一入院門的時候 進入的地方就是一個聖壇 同的聖壇和一個洗作盤 是一個獻祭的地方 是要向神表達感恩和贖罪的 而洗作盤也是一個潔淨的禮儀 所以這裏突顯了一個敬拜前雙耀的準備 就是我們帶著感恩的心 我們要處理我們的罪 我們要好好潔淨我們自己才可以進入去 有進一步和神的親近 而聖所裏面有幾樣東西 就有登台 登台是象徵了一個啟示 就是神的怎樣去光照人 就是在這個登台裏面成為一個象徵 而公卓和餅都表達了一個神人的團契 而香壇一直在聖經裡 香壇都是在比喻指民的討告 所以這裏是神向人的啟示 神人的團契 人的回應的討告 這是敬拜的內容 而去到最核心的地方 智聖所 智聖所裏面的中心是約櫃 約櫃是表達了神和他指民納約的關係 和上面有基路柏罩著的詩恩座 亦都是神向人手約施慈愛的保證 所以本身神和人這個納約的關係 在崇拜裏面就是崇拜的核心 就是在崇拜裏面 我們每一次敬拜 我們需要去更生的這個納約關係 亦都是為何我們需要去敬拜的原因 我們很快看完會幕了 我們又嘗試看看聖殿 我們這裏講的聖殿 是說所羅門王興建的第一聖殿 取代了流動的會幕 就有聖殿的建立 聖殿是一個永久上主的居所 雖然我們知道 最終都是因為巴比良侵略的時候聖殿被毀 但是它的原意是一個永久的居所 我們又可以看看這一張插圖 有一個參考 我們可以略知道聖殿的面貌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不會很詳細去看聖殿裏面的設置 但是我們會知道聖殿本身 其實是會幕的擴充板 它的建築裙 它的面積 以及它對用料 建造工藝的要求 都是比會幕更加廣告的 雖然聖殿比會幕更大和更宏偉 但是它的基本結構和會幕都頗為相近 你看它也是有祭壇在外面 都是聖所、智聖所的結構 而裡面的層設 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所以整個空間的設置 都是表達到無論聖殿也好 會幕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支援一個相近的敬拜禮罪 但是對比起會幕 聖殿你看到現在的圖 它有一些裝飾 雖然這個也是插畫的人 他對聖經閱讀的時候 一些理解 畫出來 未必跟原先的一模一樣 因為被毀 我們都沒有歷史的考證 裡面是用上了很多大量的植物和動物的形象 做裝飾 聖經學者認為這些對於動植物的雕刻 或者雕塑的裝飾 其實是有主題的 不是隨意擺放的 是用伊甸園做主題的 是要呈現神在創造世界裡的美好 亦都指向著再創造的旗盤 我們很快看完會幕和聖殿 我們看到這兩個地方 他們都是透過建築 透過比例 即結構、比例 選用的材料、工藝等等 都是在空間裡 要顯明神的榮耀和權能 亦都要表彰神在那個地方臨在 裡面亦都運用了很多富有象徵的裝飾 希望透過這些象徵的意義裡 傳遞信心和盼望 更加重要的是 他的通道和陳設 都是引導人正確地敬拜神 以及支援崇拜裡整個禮罪而設 雖然在新約裡 我們知道信徒已經成為了神的殿 而新約裡也沒有再提及崇拜空間的設置 我們也明白 今天我們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 要在會幕或者聖殿 這個特定的空間裡發生 但是我們所謂的集體崇拜 我們都總需要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聚集去進行 我相信大家在疫情這段時間 所有事情都轉了網上 你就會深深地體會到 我希望大家可以體會到 就是一個空間的需要 因為始終家就是家 教會就是教會 怎樣能夠一個地方 令我們更專心的敬拜 所以我們總需要一個地方 所以在舊約裡 一些提過有關空間設置的原則 我們怎樣透過這個空間裡 我們表彰神的臨在 我們在這個空間裡 我們可以傳遞信仰 我們亦都在這個空間裡 是以引導人去敬拜神為本 這些原則 在今天在我們的中間 仍然都是適用的 我們看完一些聖經裡 給我們一些原則 我們又嘗試看看 究竟在歷史上的演變是怎樣 藝術在崇拜空間的應用 究竟是怎樣的 歷史的發展 今天我大致上會分了三段時間去說 中間有些位置我未必會太多討論 特別會多一點時間 我們會看早期教會到中世紀 初期這段時間 因為相信這段時間 我們是最陌生的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我會去看的 就是中世紀的中期和後期 而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由宗教改革到近代 分這三方面 我們會去探討 第一個階段 早期教會到中世紀 這個時間 在第一到第三世紀的時候 教會都是受到一個很困難的階段 受到猶太教的牌制 在羅馬帝國又沒有一個合法的地位 因為很多時間 還處於受迫害的一個階段 所以當時的聚會 只能夠在家裡舉行 聚會的人數 往往都是二、三十人 左右就已經是一個上限 當然當中也有一些 家庭教會 可能在信徒家裡會比較有錢 所以那個規模會比較大一些 我們可以看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在敘利亞的 家庭教會的例子 大家會看到 投影片裡有一個平面圖 右邊的平面圖 你會看到有一個 圖的左邊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大的房間 是一個崇拜聚會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 側邊有一個小一點的房間 就是一個公務道者學道的地方 而樓上就有一個洗禮堂 你會看到圖的左邊 我放了兩幅壁畫 可能鏡頭未必看得很清楚 這兩個壁畫 是在洗禮堂那裡找到的 現在因為原子 又可能在敘利亞內戰的時候 已經被毀了 但都感恩這些壁畫 其實一早已經移到 耶魯大學的藝術館 所以壁畫還是保存著 其中有兩幅 就是我現在貼在 POWER POINT上的壁畫 上面那一幅 可能是難看一點的 其實它是畫著 好目仁、亞當和巧 而下面那一幅 是一個向著 冒月前行的幾個婦女的圖畫 其實在那個時期 比較多的基督教藝術 反而是在冒月中找到的 在那些冒月中 有很多畫在牆上的壁畫 以及一些石棺 是比較多 我們在當時第三世紀 找到的基督教藝術 跟那個時候 找到的基督教藝術一樣 基督好目仁這個形象 是當時原來一個很流行的主題 很多時候畫基督 都會畫成為一個 即是好目仁這個形象去顯示 還有裏面都會在壁畫裏面 有很多新舊藝的一些 比喻、表聲或者敘事 譬如若拿的故事 但與你三個朋友在火遙裏面 或是耶穌行的醫治 以及他的神跡 一些歷史學家 如何去分析 為何會是基督教藝術 以及譬如今天 為何會是三個婦女 向冒月去前行 其實原來發覺 在很多這些選材裡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原來凡在聖經裡 無論是新藥和舊藥都好 指向緊拯救這個主題 以及指向緊復活這件事 原來經常在這些壁畫裏面 都會成為主題 所以這裏也從藝術裏面 反映了早期教會的信徒 他們著重神學的重點究竟是甚麼 到了第四世紀 又有一個很自然不同的面貌 因為基督教先後成為了 羅馬帝國的認可宗教 甚至成為了國教 所以崇拜的空間和藝術 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崇拜的聚會 可以在一個專屬的空間裡進行 即那個地方只是用來做崇拜 再不是在一個家裡進行 那時候崇拜的地方 他主要建築的風格 都會參考古羅馬公共會堂 一些Basilica的風格 門口進去之後 是一個長方形的鐘墊 到最後就是半圓形的後墊位置 而內部的陳設 就跟猶太會堂會比較相近 在後墊半圓的位置 就會放祭壇 因為聖餐也有另一個名稱 叫錦恩祭 Eucharist 所以有些書本會用祭壇去說 大家可以理解為聖餐場 就放了在後墊 而在中間那個中墊的地方 就會放了獨經台 所以反映到那個陳設的裡面 都反映了當時的崇拜 是以聖道和聖餐成為核心 各方向 也有方向 但它的方向 又變成跟會幕和聖殿一樣 很有趣 就會變成朝東而見 聖卓會在東邊 門口就在西邊 因為後期猶太會堂的發展 都是朝著耶路撒冷而見 你想像西方的教會朝著耶路撒冷 就是向了東邊 還有一個象徵意義的 有些學者會認為 就是朝著東方 因為在《馬太福音》24章有說過 主在東方再降臨 所以這件事又再加強地去反映 初期教會的弟兄姊妹 是很強心等候主在來的 即什麼時候都要準備等候主在來的 相對上我們今天這一方面就弱很多了 在藝術方面 藝術方面 進入了這些公共會堂風格的 有一個大一點的空間的時候 藝術方面有一個很不同的發展 成為了主流 是一些他畫成肉身的基督的肖像 即是肖像 比較多在這段時間出現 因為之前那些都會看到有人樣 但他真的畫到整個肖像上的樣子 就在這段時間開始 但是畫基督的肖像 會畫成怎樣呢 是會特別想強調 要在肖像中展現他神聖的一面和人聖的一面 要強調神人異性 因為這個時期正正 亦是教會的神學發展 去到基督論確立的時候 除了基督的肖像 也會有其他聖徒的肖像 我們可以看看這張第五世紀的這幅圖 他就將耶穌描繪為夫子 是老師的 就在這裏教導 所以這一個是很強調耶穌 道成肉身在人的中間裏作為教導的 一個馬賽克的碎磚的齊華 當時的肖像都會用光環去凸顯 就是你會分到誰是基督的 就會有一個光環去顯示 當時的畫 亦都會有一些皇室和帝國的元素 因為那個時候 基督教後來成為了國教 始終那個也是一個 某程度上可能都是一個 或許會有一些政治因素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得帝王的時候 我都要把最好的東西給神 所以其實都會有這些 比較華麗的 或者這些元素在裏面 我們可以看看另外一張畫 另外也是一個馬賽克 這是一個六世紀的馬賽克 就用了另外一個角度去展示 去描繪耶穌 是一個勇士 而在後殿的天花裡的半圓頂上 有基督的肖像 也在旁邊有使徒彼得和保羅的肖像 在旁邊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 除了這些肖像 在那時候開始 也有很多象徵符號的運用 常用的象徵符號有什麼呢? 十字架 十字架在早期的教會 很多的早期教父已經很強調 十字架不是一個羞恥 不再是一個刑具 而是信徒群體裡的一個榮耀的記號 所以十字架在那個時候 都是經常出現在當時的藝術裡面 其實十字架 我們最常見就是 現在看到左上角的一款 我們叫拉丁十架 其實十字架有很多款 最少起碼都有十幾款 我這裏也是找多了兩個 有一個很正方 我們現在好像見十字車那一款 是一個希臘式的十字架 下面那個 為何旁邊好像有一個花 有三反的呢? 每一個端 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三位一體的意思 放在十字架裡面 另外 魚也是一個常用的象徵 今天我們都多用來做飾物 或者用一些報紙 為何會是魚呢? 因為耶穌基督神人子救主 這幾個字的希臘文 第一個字母 抽出來拼了就是魚這個字 所以畫了一條魚 就等於宣告了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是人子也是救主 即是已經是一個宣告 另外隔壁 大家有機會去過一些禮儀教會 或者你去外國旅行的時候 會看到一些像字母 又不知像圖畫 一些這些monogram的東西 這些文跡字母 它是用了基督的名號 作為一種表達 譬如Christ這個字 或者Jesus這個字 他的希臘文 或者他的拉丁字母 又是抽了頭的字母出來 就砌了這些monogram 我們稱為Christogram 所以你看到 無論用這些字母 或者剛才的語 也好 其實整件事 都很想高舉基督的名號 就是基督的名字 就是一個表達 當時的象徵 是否只是文字的象徵 不止 有些會用了當時的文化象徵 轉化成為基督教的象徵語言 例如當時會用船來代表教會 又會用孔雀 因為孔雀當時都是一個長生的象徵 表達了永生 鍾女樹 當時都是一個勝利的象徵 拿了鍾女樹 表達了一個勝過死亡的象徵 當然也有一些基督教自創的象徵 例如餅和酒 就是象徵了基督的身體和血 我們可以再看一幅 六世紀的教堂 後殿的天下馬賽克 這幅畫 大家不要誤會 那個人不是基督 這幅畫沒有基督的肖像 那個人是那個教堂裡的 有一個以去命名的聖徒 上面的十字架 然後用一個很漂亮的 有珠寶相陷的十字架 也圍了一個很漂亮的光環 用那個就是表示了基督 所以用了一個象徵去表示基督 除了馬賽克 在那個時期常見的形式 就會有一些聖像畫 在木板上的畫 這些聖像畫 今天我們在靖教會 即是Orphodos Church 大家有機會去到希臘 或者在俄羅斯旅行的時候 去那些教堂都會常見到 很多聖像的畫 都是這一類的畫 它的功能 其實它不是被人敬拜的 它不是一個圖像讓人敬拜 它是透過這些圖像 促進祈禱 亦都透過這個圖像裡面 幫助人去默想背後畫 裡面畫的真像是什麼 這一幅展示出來的 是一個北非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它 它會有一個比較獨特的風格在裡面 在主後第八世紀 教會裡面 內部發生了一個很激烈 關於聖像的爭議 即是聖像是可以用的 還是可以用的 經歷了一段幾十年的爭議之後 最終教會都是支持 即是支持聖像的一方 是贏了的 在這個爭議裡面 但是雖然如此 在這個時候 亦都促進了其他 除了超像以外的 一些藝術形式的發展 其中一款 就是聖經的採繪手抄本 現在採繪手抄本 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作品 《可耳經》 大概是主後八百年 由蘇格蘭的收視抄寫成的 拉丁文的四福音書 裡面有很多插圖 其實它的文字也很漂亮 即是石德 插圖裡面其實用了很多象徵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 大家這個名字去搜尋 其實都有很多的介紹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 好 我們就很快地看完第一個時期 初期教會到了中世紀的早期 我們又很快進入中世紀的中期到後期 十二世紀中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建築技術很突破 那時候突然間就出現了哥德式的建築 哥德式的建築是怎樣呢 這是一個例子 巴黎的聖徒禮拜堂 它也是建於十三世紀的教堂 你會看到它是很高的 很多拱門的設計 很多窗 對於當時這是一個建築的突破 因為在這個之前的教會的建築 都是要用一些很厚的牆去承托 窗不能夠開得很大 所以是很黑的 所以哥德式的教堂 就用它的高度和光線 去表達了神的榮耀 哥德式的教堂 很多時候是會用十字形的設計 因為這些哥德式的教堂 所以促進了很多新的示藝的應用方向 譬如拱形的天花 很漂亮的天花線 它除了支撐之餘 它有實用之餘 亦是一個視覺上 怎樣引導人的目光 去注視在上面、在天上 彩色玻璃 剛才說過 光線是很重要的 是哥德式的教堂 因為它有很大的拱門 亦多了很多拱門的雕刻 其中這是一些彩色玻璃的例子 那個時期 無論是彩色玻璃 或者拱門的雕塑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串連的畫 那些圖像是有關聯 一幅一幅去拼合在一起的 裡面亦都運用了不少的象徵 可能我們有問 為什麼要不要這麼多 但我們要想像 或者我們今天去批評 中世紀的教會 為什麼做了這麼多事情 那時候我們又要想像 其實在當時 沒有普及教育 在當時的社會裡面 圖像對於普遍 在一個教育水平低的會眾裡面 其實是承擔了一個很重要的教化角色 它是讓會眾走進去教堂的時候 去看到這些畫的時候 比他們更加去明白聖經 和記得聖經的內容 那如果我們說 阿崇拜既然是以聖道和聖餐為核心 那在港台、讀經台裡面 有沒有一些什麼的佈置呢 那在教會裡面 很多時候你今天去到外國旅行 你也會看到類似的港台 或者讀經台 那鷹是一個經常用到的 一個用在讀經台上的一個著料 那為什麼是鷹呢 因為鷹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可以向著太陽飛的 所以鷹裡面給了我們一個提示 我們都是要這樣專注在上帝的聖道裡面 我們都是仰望著神給我們的亮光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鷹本身都是四福音裡面 約翰福音的作者 約翰的一個象徵 所以這裏給我們看到是一個福音亮光的意思 那有些教會它就沒有用鷹的 它用了唐鵝 那為什麼是唐鵝呢 因為唐鵝是一個著料 它是會怎樣去衛捕自己的下一代呢 它會拔走它空口的羽毛 讓自己的血流出來去威捕它的下一代 所以看到唐鵝這種特性的時候 人們就會想起基督為我們那種自我犧牲 所以都是成為一個基督的象徵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旅行的時候 你又去教堂的時候 又可以看看它用了什麼象徵呢 聖道方面是這樣的 我們又看看聖餐方面 聖餐方面就會有很多祭壇裝飾的版畫 大家會看到的 它是一個大的版畫 裡面有不同格的 有大幅的 也都下面有一些細幅的去平合 我將其中一個細幅的放大了 這個放大了的幅是一個天使向馬利亞報起的一個畫 除了這些祭壇的版畫之外 又會有聖餐的餐桌上面的祭壇的布 這一幅是一個十四世紀的布 是麻質的 是刺繡 是白色的 是復活節用的 所以因為它就用了復活節的禮儀的顏色 是白色的 除了桌布 又有聖餐的杯碟 這是一個十三世紀的德國聖餐杯碟 上面的杯身外圍是十二使徒的肖像 下面刻上的那些是一些耶穌生平和舊約相關故事的並列 這是和早期教會裡的藝術表達很相似的 就是將一些新舊約相關的主題並列了 而碟上面有一些肖像 那些是一些聖圖的肖像 是和擁有這套或者用這套聖餐杯碟的修圓的資料有關的 除了人像、除了動物 花位也是一個常用的象徵 這一張是在十五世紀祭壇裝飾 即是這幅畫 裡面有一個花位的擺設 我將這個花榨出來 可能你會說這兩幅花有什麼特別 和為什麼插得這麼肉酸 這件事不是說插花 花裡有兩盆 右手邊那盆是一個叫做柳豆菜的花 它的花形很像甲子 所以在传统上,他也会用这种花来象征圣灵 你会数一下,开圣开的有七支 为什么会是七呢?就是象征神的七灵 用一个玻璃瓶去圣灾,是象征了纯洁 而左边那一盘会有百合花,会有Iris 我们现在叫做爱丽丝那些花 当然这些花会与举丽丽丽丽丽丽丝 我想我们今天也会比较多会应用到的 但是究竟在历史上 什么时候开始重迈有花艺的摆设呢 我未找到一个很确实的资料 所以如果大家有多些资料不妨可以跟我分享 但是花艺本身自己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历史 由古罗马到古埃及其实都有花艺的应用 比如那些花索、插花其实古埃及很早已经有 所以有可能很早已经在教会里面应用了 我们也看到教堂的装饰里面用上了很多植物的图案 都是很普遍的 比如柱上面那些柱头的雕刻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花位的图案 但是我们在画里面看到 有一个花器又插着一盘花这样的场景 就会多一些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15世纪正直都是花位种植成为了一个工业去发展 所以那个时期开始就促进了花艺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形容 相信这件事也都影响着花、插花在崇拜里面的形容 我们又很快去到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宗教改革到近代 宗教改革又带来一个很大的逆转 因为宗教改革整个精神强调是圣道的重要 所以这一切有机会让人的专注离开了圣道的东西都要被移除 所以包括视觉艺术 甚至音乐在那个时候都是差不多全部被拿走了 教堂里面是禁止使用的图像 因为是为了避免一个偶像敬拜 所以在那个时候教堂的壁画都会经过一个粉刹 就是抹掉它 布置就会拿走了 新建的教堂是用一个很简朴的风格去建造的 我们叫这些叫meeting house 或者叫聚会所的风格 我们又可以看一看一个参考是怎样的 这些meeting house的风格 你会看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港台 因为要突显的声道是中心 一般港台都会很高的 也会放在一个教堂里面最光亮的一个位置 所以无论在视觉和听觉上 都要强调如何将道的传递得最好 就是整个空间里面的考量 这个布置你会看到很简约 亦都加上对人像有很多的忌违 所以那个时候其教堂的布置 我们找到的就会看到有一些是用了文字做主题 因为文字就没有像 所以这是一个十七世纪荷兰改革中教堂的十架版画 有些就选择了植物 这是匈牙利的一个教堂的壁画和圣餐的桌布 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发发草草、叶 艺术的一样 虽然在我们叫基督新教 即是基督教会比较少用 但在其他的基督宗教 例如在天主教里面仍然都会继续用 这一个是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找到的一幅挂旗 因为教会传统会用人、狮子、牛、鹰、这四样的活物分别去象征四幅音的作者 这里是狮子,所以他说的是马河 补充一下,其实挂旗不是这个时候教会才用的 挂旗因为一直在圣经里面 Banner都是一个象征、胜利的象征 所以其实教会一向都是有用的 不过可能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中派 但是他可能会选择的一些构图和设计会不同 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不少教堂被毁 所以要去重建 所以也应用了很多新的建筑风格 现在大家看到的图都是一个新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 可能和你去理解天主教堂的感觉很不同 它的风格很简约 又用了它的玻璃,即租有彩色玻璃 但就用了一个抽象的设计 因为二十世纪有什么事发生了呢 二十世纪教会又合一运动和礼仪运动 促进了基督宗教 即不同的基督宗教和不同中派之间多了很多对话 而且开始做了很多研究去重寻早期教会的崇拜传统究竟是怎样的 即是不再处理中教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大家一起看早些 看早期教会是怎样的 在里面再找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对话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整合 所以在空间、在艺术的应用上 就开始回到教会的群体里面 但我们说近代来说 最大的突破和影响 都是要数回资讯科技、数码、媒体带来的影响 大家看到这个例子是一个环境投影的例子 环境投影的特点就是 它能够瞬间改变了整个空间的感觉 即是你不需要再做个装修 突然间颜色又变了 图又变了 突然间好像将自己去到第二个空间 你又可以去投影了一些很不同的元素 传统的元素、现代的元素 都是透过科技里面去呈现的 好了 我们很快就游走了二千年教会历史 当然跳了很多东西 我们会看到几个时期 早期教会的艺术 其实是反映了 那个时期神学的关注是什么 他们对拯救、对复活、对主助来那种着重 还有怎样可以透过艺术去宣扬道成肉身的基督 怎样透过艺术去说给人知道基督是神也是人 亦都透过艺术去传递教义 这个是在早期教会的艺术里面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条主线 而在中世纪里面 空间成为一个体验神的荣耀、神的临在 是成为了一个重点 所以那个宏伟、光线、高度 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而且会透过很多图像、象征符号 作为了教导圣经的工具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 都是大量减少了艺术在崇拜里面应用 到近代就漸漸去恢复 数码科技也成为了新的媒体 所以这里是我们很快去看完历史里面的发展 给到我们一些什么 我们去到第三方面 我们去讨论一下艺术在崇拜空间里面的功能 究竟艺术在崇拜空间里面做些什么 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参与性的层面 在宗教改革之后 崇拜基本上多数是以文字和声音 作为一个主要沟通的模式 到了近代 去当代敬拜 音乐也都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差不多佔了崇拜里面 有某些的宗派甚至佔了过半的时间 都是音乐的时间 是不是说我没有音乐恩赐 我就好像没有位置侍奉 所以视角艺术某程度上的应用 能够为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 都提供了一个侍奉的机会 而请我们知道 现今这个世代的转向是什么 就是很多用了图像去沟通 尤其是跟年轻人去沟通的时候 也不止年轻人 我们现在自己都懒都是这样用的 就是打几个Emoji 就发出几个样子 就已经说了我要说的东西了 但又明白的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特色 就是图像又成为了一种主导 网络世界就是一个主导 我们今天都要靠网络世界才可以发生 所以视偽的应用能够帮助我们和新生代 或者从一些擅长以视觉的感知去接收信息的人 更加能够去帮助他们投入参与崇拜 所以在时偽的应用 在参与性 无论是视伴人员 或者作为会众的参与里面 其实都有那个功能 第二方面 启发性 当然启发性的功能 不是只限制了在时偽 其他的艺术都有类似 比如音乐 或者其他的艺术 都是表演艺术 都是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好的作品 通常 好的艺术作品 他不会用一个很直白 或者很具体的方式 就是画过公仔 或者是一条腸子的方式 去表达的 通常都会有一些象征 或者有一些寓意 因为这些象征和寓意 或者这些所谓 相对在直白里面 一些教含糊的表达 其实可能上 他能够提供了 有多些的意涵在里面 他又或是有一些空间 甚至是留给体的人 或者被接触这个艺术的人 他去填充 他会代入在自身的处境和经历里面 会有产生另外一些的理解 这是一个艺术能够达到的目的 所以在表达一个主题里面 他能够给到我们有一些的启发 是多过在文字里面 一个很直白的表达里面 有一些更深的体会 我们也都在刚才在历史里面的例子 我们都发觉历史里面 其实用了很多 他提供的图解 不是单单一种所谓 我们叫做illustration 一个图解 圣经里面说这件事 我画了给你看 只是把它转成图像 不只是这样的 而是他里面是有理解 有说明 有interpretation 例如 为什么新药和旧药的选材 会是A加B 会是这个加这个呢 描绘的形象 为什么基督会是这样的呢 比如刚才玛利亚那幅画 为什么有那两盘花呢 它又会有象征符好的运用 比如我们有时看画的时候 会发觉 为什么光影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这个人的样子是光一点 为什么那个人会是暗一点呢 为什么这个人是大一点 这个人是小一点呢 其实全部这个都是画的艺术家 他有一个的考量 他有一个的理解 他有一个的理解 灌注了进去 所以其实 在一个的艺术作品里面 艺术家当然有自己的看法 看的人 他可以理解艺术家的看法 同样他也可以产生自己的看法 这个就是往往在这个互动里面 又是能够承载 传递中一个神学的讯息 第三方面 就是一个礼仪性的层面 礼仪艺术 其实跟我们所谓的fine arts 纯艺术 其实会有一些不同 因为礼仪艺术 我们真的要为崇拜服务 是建基在相同的信仰里面 是要为信仰群体 提供一个共同的经验 甚至是那具艺术品 本身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标记 好像一个monument 那个是纪念 一个恩典的纪念 我们会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说 以色列人是一些重要的事 他们过约淡河 他们会纳石遗迹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art 都是一个礼仪艺术 就是透过那几块石 为什么是十二块石 因为这个正正就是十二支派的代表 为什么那里要纳石 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在那里 去经历过神的恩典 以后的人走去的时候 他就会记得 原来神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的祖先里面 为我们行大使 这个就是艺术 带给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喜好 而本身艺术 是一个用感官去接收的 如果视觉艺术 就会视觉主导一点 音乐就会多一点听觉 甚至是body art 会用身体 会有触觉 其实很多这些感官上的接收 是比我们在脑袋里面 文字那种接收 更加能够胜在感情 而这些能够胜在的感情 未必是我们用文字 能够去表达的一些方式 可以做到的 所以本身艺术能够 可以帮我们去加深记忆 以及让我们对于一些信仰的表达 以及一些领袖里面 可以有一个深化的效果 以及本身艺术的作品 可以帮助我们凝聚心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 你去过 你见到一个艺术作品 会突然吸引了你 让你停下脚步 让你的目光投射在里面 又是一首好的音乐 你不单止只是唱 而在唱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的心会被触动 会被反省 其实这些都是制艺术的功能 它能够凝聚我们的心思 引导我们去看策 在崇拜的场景里面 我们更深去体会上主的那种临在 那种临在 那种临在不是我跟你说十次 神在我们中间 神在我们中间 能够做到的 而是你要去感受 或者在感观的里面 帮我们能够深入我们心灵 心灵的深处 还有好的作品 会引发我们 对神的道是会有回应的 但是同样 这里也有个提醒 就是究竟那个艺术 是否去为崇拜服务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圈奔夺主 就是说他已经是拿了你所有的注意 又忘记了神在哪里 神的道是说什么呢 这个又是一个要平衡的位置 好了 第四方面 是一个灵性的层面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引言提过 美感这件事都是神创造给人的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在创造的过程里面 其实神给人是有一个照明 一个管理世界的照明 一个如何好好在地球里面 我们去管理和去生活 都是一个创造照明 是作为我们一个被救熟的人 我们去实践创意 实践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然后去参与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生活 和一个建造工程 都是在参与上主在创造的工程 所以我们能够去实践创意 其实是一个荣幸 是一个恩典 就是神给我们能够在一个堕落了的人性里面 恩着救熟 我们恩着能够可以去重拾在神里面 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身份是怎样 我们去实践一个被救熟了的一个创意 在参与在上帝再创造的工程等候他的在内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权利 同样我们要去实践创意 某程度上都是一个义务 就是我们都是回应 和去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救熟的恩典 而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何去彰显更多神的荣耀呢 好 好了 我们又很快看完参与性 啟发性 礼仪性 和灵性 这几方面给我们看到事毅的功能 在最后一个环节 我想跟大家有一些范例 我们一起去看看相片 可以 那这个呢 我今天会有三组的 和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自己的教会里面 一些布置的照片 这几组的照片 虽然不讲得上是什么 很艺术的艺术 好像是一个布置 但是我也是想说一些 和空间的关系 这个是19年 就是我教会的平安夜 一个太宅的祈祷聚会 那次想用一个太宅的祈祷聚会 是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香港的社会都是很动荡 所以都是想去重寻一些平安 所以里面就用了一些布 用了一些灯光 有一个大的十字架 希望去凸显 就是全场的灯是很暗的 就靠很多的灼光去燃点 希望凸显那种黑暗里面 去等候光明的一个表达 那 和本身灼光 就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传统 都是会和祈祷去 就是联想这种班 会燃点蠟燭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去祷告 这个场景我们又选择了 用了一些跪墊 墊是给大家去坐的 那旁边也有座椅 那你不感到舒服 又可以坐椅 但是想有一些大家可以坐地 你可以方便你随时跪 和随时坐的一个空间的设置 因为张林奇我们有张林奇的蠟燭 就继续在这里摆放 也都燃点了中间我们叫做基督的 Christ candle 的白蠟燭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刚刚在 十一月做的布置来的 整个教会 因为我们是五十周年的感恩崇拜 感恩就真的很难得地 在一个空档里面有实体的崇拜 这个主题 因为我们教会的年题 是结连于神结连于人 所以整件事就拿了葡萄树和枝纸 这个主题 连结在神的时候 就想起葡萄树 本身我教会的座椅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 虽然你拉阔了 但是你想象到我们是 那些座椅是弧形的围着中间 所以我们就拿了三条通道的位置 就做了三个网 然后就好像象征着一个葡萄园的布置 整件事就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预备做一些纳志卡 就是大家现在这张图 左上角看到的纳志卡 原本我们都挂了少量的 因为布置枝很久 所以很无奈地 我们都用了仿真的物品 去做葡萄藤和葡萄串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葡萄是会种纳志 所以崇拜前 就是大家看到的 有线嘴的样子 就是上面中间那一幅 你会看到相对上很疏落 但是就要靠会众的纳志 才可以填满了上面的葡萄 就是我们崇拜之后 我们就挂了 他们第二个星期 就会看到大家的纳志 就已经在上面了 那旁边那一幅是个花 花都是拿回这个连结于神 和连结于人的主题 做了一个中向和横向 就是将神和人之间的连结 如何在港台里面 我们在道的里面 和神去连结 透过圣餐桌 透过这个恩典 我们去彼此连结 所以就拿了这两条线 去做了一个主题 另外这个是我教会里面 就是一个墙上擠了的石头 那为什么会有立石遗记呢 因为我教会搬进去这个地方之前 我们经历了有很多年的时间 是一直借着一些学校去聚会 每次要搬的时候 都是很危急 很危急才找到一个地方要搬 其实很多这些经历 我们就在几次里面 比较critical的一些经历里面 我们其实都拿了这些小石仔 大家去签名 去见证神的恩典 在那个时候的带领 最终搬到现在的地方 我们就将这些石头 全部放在一块板上面 这个就是 回到去 如何能够这件事 成为一个集体回忆 下面有几张 是一些节旗花艺的照片 这个是张林奇参考了一些紫色 或者是一个张林奇蜡烛的照片 所以用了四个曼代兰 中间的聖诞节旗的花束 就用了一个星形的架构 去表达了那种光明 那显现节旗 继续光明的显现 所以就是一个扩散的形式 中间那一幅是玉虎旗 玉虎旗就会用植物 就是叶材 会多些用叶材不用花 表达着那种预备 或者那种进入的那种反省 沉思 右手边的是复活旗 复活旗就拿了一个蛋 去串联了中间那里 象征一个复活 有百合花 都是一些复活的想法 而左手边一个三角形的设计 我们会想起三一 还有用墨水和葡萄剂 在花的里面 亦都给我们一个圣餐的联想 这个是国度期的一个集花 这些是一些相对上 比较是 你可以当是一个起步版的 一些的做法 你不需要一些 什么艺术师 都这样才做到的东西 这个是我拿了一个 新加坡圣道基督教会的一个例子 亦都给大家去看一下 也是华人社会 也是一个华人教会 但是在一个香港以外的地方 有一年的圣诞节 他就砌一棵圣诞树 他是用一些书去砌圣诞树 这些书是什么呢 就是收集了会友的书 然后就砌一棵树 之后这些会给社区里面的人去取 所以也是一个在圣诞里面 如何强调在基督的爱里面 那份分享的一个延展 这一幅是一个玉虎旗的 即是他们花位的一些布置 你会看到都是用叶材 因为传统上玉虎旗是不插花的 只是插叶的 都是表达一种简樸的表达 这个教会也有很多空间 他就在一些通道的空间转角位 其实都放了一些画 提供了一些墨想 那你见到那些画上面 都是有少少 又不算很抽象的 但就一定 也不是一些很具象的设计 就是偏向抽象的设计 让人在通道的旅程 即是过程里面 都是有一个默想的空间 以至去进入崇拜的空间 都是一个的秘心 那他们教会的 一个受苦截的崇拜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雕塑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手 就是用铁做的手 有一个钉钉过 他的大小 其实就表达到信息的强度 另外 旁边的那幅 就是另外一旁的 十字架的摆设 在最后分享另外一个 香港的工作人 就是聖三一堂 因为刚才那些都是一些 临时的设置 这个就会去到一个 比较永恋的设置 这个是一个 陶瓷 烧制的设置 为什么会用 它是一个 苦路十四站的 一个层切 你会看到很多教会 都有苦路站的层切 这个会比较特别 有一个陶瓷 因为他想透过烧制的里面 表达一种陶瓷经过烧制 其实就像是一个死亡和转化的过程 圣三一堂 都是一个历史建筑 里面就有很多 中国色彩的层切 所以当时 教会给艺术家的想法 都想有些中国式的表达 可能你会觉得 那是不是真的中国式 实际上背后的想法 其实艺术家都是用白词拼合了陶瓷 希望营造了一种白白黄黄的酸脂的效果 而且里面有一些分黑了的颜色 好像有给予一种水墨的感觉 大家会看到 其实它是一个很抽象的表达 它是要给汇众 有很多很多墨想的空间 我这里放了四个站 不如低碌站 耶稣为 一个慈虎为耶稣抹面的一站 它是用了一些布的性質 在表达抹面 隔壁那张 可能你会明显地看到 钉十字架的模样会更多一些 另外这一张是一个十二站 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有一种跌下来的感觉 而第十四站 就是耶稣被埋葬 你想起圆圈 可能你会想起墓门 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么多 给大家多些空间 好 我们很快就游走了 就是一堆的范例 最后想做一点的总结 我们发觉 其实当代艺术的发展 带来了给我们 都分别有冲击 也有机遇 其实机遇方面 当代艺术里面 有很多抽象的表达 其实抽象的表达 我们可以令我们 今天更放心去用 免除了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担忧 当媒体的运用 其实是符合了当代的沟通模式 而艺术语言亦都趋向丰富 因为不单只着重成品 亦都着重过过程 但是当代艺术的发展 今天我们的研究 亦都面对不少冲击 因为当代艺术很强调艺术自主 究竟艺术 如果我们说礼仪艺术 应该要放回去 为崇拜空间服务 这个位置是我们要小心的 而且艺术始终是一个很感官主导的媒体 我们又要回到中共改革的精神 就是我们见机在真理上 和道上是很重要的平衡 而且在当代因为媒体的应用 令到我们很强调感官的刺激 或者我们追求的一种很舞台的效果 是不是越多这些感官的刺激 和越多这些效果 是否代表我们有更多的灵性反思 又不一定是 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要去想 去到哪一个位置 所以总结来说 我自己会去看 试过艺术在崇拜里应用的方向有什么 聚焦是很重要的 那Less is more 这句说话 都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都会想想 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 或者我们用艺术去表达 或者这样去表达 是否必须呢 是否必须这个问题 是我们要问的 优先次序也是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设计一个空间 我们是否专心给人去敬拜的空间 让人去拆知到神的同在 就是说我们做了的事 反而是令人分心呢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 我们做的事 是否配合着崇拜的礼罪呢 是否促进在崇拜里面 神向人的 道如何向人去启示呢 人是否能够透过我们所做的事里面 能够去发出回应呢 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就是我们做的事是配合还是阻碍 而第三方面就是技巧和灵性 这两件事是同样重要的 技巧的卓越呢 是能够将那个美去呈现的 但是呢 我们要有灵性的敏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作品才会有深度 那传统和当代 传统里面呢 教会给了我们很多遗产的那些的象征 那我们怎样在传统里面 去找到传统的精髓 我们将那种精髓去传承呢 是重要的 当代文化亦都重要的 就是我们怎样和时代对话 所以譬如近年都兴起 就是崇拜学上面都会兴起民族敬拜学 我们怎样去看 我们进入各种群体里面 我们怎样用在文化的方式 可以和不同的群体里面一起去敬拜呢 那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考虑和去寻找的一些方向 那时间关系了 overrun了一点点了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好多谢熊博士 我是家桥牧师 那Jason牧师呢 他在离开香港之前呢 就吩咐我说 咦 有这个的崇拜学堂 好想我能够是来帮忙 那我就有一些空间时间呢 可以来到这里做一些回忆 我刚才听的时候很开心 就是一场盛宴 简直是 如果由美说回上去呢 就是刚才熊博士 你尼尼说的每一个的topic 其实都可以成为一堂的主日课 他让我们再考虑 其实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未完全拿捏 或者考虑得很清楚 那这个我们是很想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将来我们这些学堂 可不可以有一些的延伸 那这个第一个想起 第二个想起 就是你刚才带我们走二千年 就是一路走来 不止 是由摩西走起 走了很多年 那我又 其实一个我以前从未想过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圣殿 就是那个会幕 两个正方形 两个正方形 而两个正方形中间 就是前面那个内院 院里面的正方形的中间 就是一个祭坛 下面的正方形的中间 就是自圣所 一个就 用来我这样说 是基督那个代史 另一个就是在看神的宝座 在上面 从来都未在艺术里面 看见一个这样的信息 是神表达给我们看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学习 那我又经常在想 其实在艺术里面 都是在传递一个信息 我又在想回恩福堂 我们那个科 那可能洪博士有机会 可能去看过 或者我们弟兄姊妹都可能很熟悉 那我再说下去 我想大家不断 就可以在你们那个Facebook里面 去问问题 因为呢 我们有些问题 一会儿都可以给洪博士看 有人已经在问 那你可能大家有很多问题 我们一会儿有20多分钟 洪博士和我们有施乐传道 都会和我们一起去回应 所以大家现在一直在问 如果又可以给洪博士看 我可能再有些回应 我又想回我们恩福堂 就是我们那个科的设计 都是在传递一个讯息 我自己去到的时候 是一个我们和汇众很近 我们想较为一个 较为民主的一个体验 和以往你看见 那个在三四世纪 那种很深很长 你一进来 神是在另一边的感觉 又很不同 那我们可能又传递 这个信息 我们又传递一个聆听的信息 我们花最多的钱 在一个acoustic上面 在一个聆听上面 正如你说 可能都是承计中 宗教改革 背后一些的看法 那我们又整个恩福中心 我们有很多的房 是相聚 但里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艺术的表达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当中很多艺术人 可能大家听着的时候 你对艺术都是一定的美 都是一定的追求 那都是很想邀请你为教会 就是去想多一步 怎样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 更加有形有体的展现出来 我一直就想起 就是一直讲到 红博士讲到 是焦点 灵性 这些关注 我就想起 出埃及记 有个很简短的分享 就是讲到 第35章那里 第30节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看犹太之派中 护耳的孙子 污吏的儿子彼撒裂 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聪明智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设计图案 用金银筒制造国物 又能雕刻让陷用的宝石 雕刻木头做各样精巧的工 耶和华又刺激他和但之派中 阿希撒末的儿子 阿荷尼亚伯能教导人的心 我想可能我们在一刻 在荧幕前 你都是一位 对未有追求的弟兄或者姐妹 我想神就是这样呼召你 或者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和洪博士学多一些 如何是 凝道一个崇拜的空间 我看见 这个彼撒裂 他很特别 他有几样事情 他和人的关系是好的 因为摩西将他介绍给会众 以至他的服事是能够和人合一 能够是会众能接受到的 正如刚才说到 在艺术表达上面 有很多我们重要思想的地方 第二很特别是神提名召他 是和神的关系好的 神的灵在他身上 这个是一个神充满他的人 正如刚才洪博士说到的一点 我觉得很震撼的 就是救赎 以至我们藉着救赎 我们有一种的义务 在一个创造 在一个艺术上面回应神 这个也是 可能我们在上一代 很艰难 很饮食 我们对美的追求可能很少 但是这一刻我们都需要再重尋 这些神彼你这么美好的东西 这个彼撒裂不单止在会众在神面前 他自己都有智识、智慧、神赐给他这些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智识、智慧是关于读书的 但原来不是的 他是有智识、智慧、聪明 是做各样的工、设计、图案、用金文和制造国物 这个原来有另一种不是纯粹文字的智识 不是纯文字的智慧 而是对图案、对设计、对美的创造 这种都是神所赋予的 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用出来 为到神的家 这是他自己 另外一样很特别 就是能够教导其他人 好像你今天来到你学了的 你在教导给我们的会众 我见会众很多问题在问 所以你也要教导他们 我们能够自己对艺术有个掌控的时候 我们又能够为神的家 我们能够教导给其他人 以至整个信仰的表达 正如你刚才有一句话 有一些不同的群体的人 他们可能有些是对音乐 有些是对视觉 有些是对戏剧 他们都能够感染到神那种的真实 这个都是我们有一段很长很远的路 要走 很多谢你 这个小小的回应 很期望 在镜头前的你 真是在荧光幕前的你 听了之后 都能够一起起来为教会去服侍 成为一个好像现代的彼撒烈 我这一刻邀请了 Cirox传道上来一齐 我们就有Q&A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问了多少题 我们将时间交给Cirox 可以看看如何帮我们一齐面对 大家好 也都收到很多代言姐妹 她们踊跃的提问 特别都问一下熊博士或者家居牧师 你都可以来到去回应一下 特别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熊拜很多时候都在家里来进行 熊拜的地方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我们可以如何来到去同样 有这样的空间 来到去帮助我们 在示威的上面 来到去帮助我们去敬拜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就是疫情的影响 因为坦白说 就算我自己作为一个 就是参与崇拜的人 我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 你是有很多 很多挣扎的 就是我想我尽量 我都会被自己好好地坐在那里 但是你都会想 牧师祝福起床 然后我想我起床 又不起床 然后自己一个人起床 其实我已经很感恩的了 我已经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 但是两个老人家 他就一定不起床 接着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动起床 那这些位置都会有挣扎的 那至于空间呢 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其实在有限的里面 其实没有人家里都真的不容易 我想最重要的东西 是令自己的专心是重要的 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那么多 就是分散你注意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更理想的 你可以给自己一些提示 自己那一刻在崇拜 就是就算你说 我特意放一张茶几仔 我铺快桌布 我放花瓶仔插一枝花 那虽然你未必说 那个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礼儀意义 但是那种都会令你突然间觉得 那个空间是不同了 甚至是你点一枝蜡烛 就是家里点一枝蜡烛 有时反而教会未必怎么办 要不然怕消防口 那就是可能是这样 你可能只是点几枝蜡烛 那其实给你有一个的凝聚 你会知道 那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时间 分别出来的空间 你就会在你有限的空间里面做一个尝试 好 家庭牧师有没有什么 很好啊 真是回家我都要试一下 就是听原来熊博士这么说 我想对于或者我们自己家中去崇拜的时候 就是越大的螢光屏就越好 就是拿着电话又艰难一点 就是这样动在这里 那么现在我见很多智能电视 都可以将个影像投射到上去 那期望大家能够 或者未必有一个这样的电视的时候 就是电脑 甚至iPad都可能比电话好 那就已经是达到刚才熊博士所讲的专心 那部分 那我见有些电影姊妹 她都跟我说 她会换衣服 就是不要穿睡衣 就是在这里崇拜 那这个也是一个 那但是做到你刚才那部分 我又真是没想过 那我觉得都很值得 我觉得很值得尝试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提问 就是说 刚才熊博士讲到 就是放一些的花 或者一些的蜡烛等等 那这些都是艺术的 就是一些的剪品 那会不会很容易呢 就是可能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都是很容易变成一些偶像的崇拜 或者有些图那些 那样的 会不会呢 我想对于偶像敬拜 这个往往都是福音派教会 就是很大挣扎的位置 那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我们可以 想多一点 就是我们这种害怕 我们是不是真的害怕呢 或者今天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发生呢 我想在中世纪 如果你推翻到中世纪 那个时期会容易发生一些 因为人的知识水平 是跟我们今天不同的 就是我想今天我多难叫一个普遍知识水平比较高的社会 你又 就是这么容易下去 你看到一个像 你就会去摆一个像 那件事上面 因为就算你说今天的天主教教会 其实他都不是这样去看像 就是他们都会说有些是因为上一辈的人 他们误会了一些神学底下里面产生的一些反应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今天我们的处境里面 我们又真是不需要太过 因为我想我自己都有尝试去想 《经》《圣经》里面第二屆是在讲什么 其实那个偶像 就是那个问题不是在图像本身 而是在你怎样去处理那个图像的心态 就是反而那个重点的位置就是 你是不是当了那个像去取代了神 反而我觉得今时今日对于我们 在当现代人 偶像这件事更加大的挑战可能是其他东西 可能是我们的手机 可能是社交媒体 就是我觉得这些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 成为我的偶像的机会 比较大过我见过那幅画 我第一个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都是好像讲过很多前书 我们讲的偶像之物的原则 其实我知道很多《经》姐妹会很担心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的选择 我都会尽量少用一些具象的表达 例如人像这些我想我就真的会不用了 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 那个是会令他跌倒的地方 或者他觉得很不舒服 我又回到一个位置 如果我做了这件事 令到参与崇拜的人 他觉得很不舒服 你这样很有问题 他一直在想你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 他又不能专心崇拜 那我做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都是会选择一些方式 就是要试的这个位置 每个群体的接受程度也不同的 但是我会尽量都是用一个 都是要想怎样去帮助会众 他真的投入到他可以没有那种挣扎去做 所以我通常都是植物或者一些质材 其实当代艺术就提供了这些好处 他就会有很容易表达的言语 就不需要靠个形象本身 好 多谢王博士 我有一个很赞成和博士所说 我们讲一些极端的 例如我跟别人去拆奥杖 有个什么佛杖 很害怕啊 找人不敢拆 其实我都提醒奥杖在心 不是在那个杖 那个杖是装修的 我都帮你拿走的 在那个心里面 我们怎样去面对是很重要 你测试一样东西 或者测试一样东西 是否是偶像 你没有了它是否不行 有偶像很多形式出现的 教会建筑物可以是一个偶像 如果有一天你没有了教会建筑物 你敬拜不到 那就是一个偶像 甚至木者都可能是一个偶像 哪个木者走了 我的信仰就不行了 那就是一个偶像 我们唯有是神的说话 是我们最终的依规 所以你有那朵花在这里 帮助你敬拜很好 但没有那朵花就敬拜不到 那个已经是一个偶像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测试 哪一样是偶像 但是刚才我们讲的 都是我们营造一个崇拜的空间 以至我们能够更专心去认识神 去聆听神的说话 去跟从神的旨意去行 我们就能够避免了 刚才所说的 反之以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偶像 另外又收到一条问题 就讲一下 我们怎样去发掘自己这个视觉艺术的恩赐 这个真的要向博士答 怎样发掘呢 其实神给人有很多恩赐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觉得那样东西 靓与不靓 这个已经是一个起步点 当然很多东西是从学习 可以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你说阿仙 你对藝術有没有恩赐 基本上可能要先问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兴趣 我又绝对相信 通常很极端的情况下 神仙会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事 为你加添恩赐 这个项目才可以补充一下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你最重要是你自己有兴趣 就是那个是一个起步点 其实往往都是透过你有兴趣做一个起始点 然后你去学习 你去认识 你去发掘 但是呢 回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恩赐 怎样会有呢 恩赐是用才有的 不用就永远都是没有的 这个是 你是一千两 二千两 还是五千两的仆人呢 就是你是那个 你多有才能都好 但是你是收了 那一千 你最终都是 nothing 但是你肯去用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透过用 透过去实践神有将务的东西去加 恩 嗯 我就很怀念那时候 Jason 牧师在这里的时候 有很多的布置 甚至有boogie 帮我们有很多的布置 下面的表达 我觉得这些都是 越用越有 好像人生很多东西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鼓励 好像洪博士说 鼓励大家 在镜头前的你 或者螢幕前的你 你问到这个问题 深信你都是比我强的了 所以都期望你能够 想一个方法 就是试一下在自己团契 会不会一晚有一些的布置 我记得以前一晚团契 我们将整个楼层布置到整个森林 玩了一晚 那第二天拆的了 基本上 哇 整到好像探险去旅行 很开心的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试一下 近来不能去日本 那你又可以整到整个团契 回来实体的时候 整到日本 有一个日本茶经之内 其实都可能 这些可以大家试一试 那是宣教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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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体验 是的 好 另外都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基督教的艺术 我们可以怎样应用 在教会这个实际的场景里面 或者我们在教会的层面里面 又可以怎样来到去推动 这个这样的视觉艺术 推动呢 很坦白说 教会要推动 首先就是要同工推动 刚才牧师已经发出了鼓励 所以这一步在大家中间 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有一些空间 可以去发挥的 那就是教会是否可以提供到一个场景 给弟兄姊妹去参与呢 那我自己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团契或者一些小型的 因为欣福都是一个大教会 那你在一个小型的群体里面 它开始先起步会容易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尝试去实践 那teamwork是很重要的 那怎样可能在崇拜部底下 可以成立一些团队 开始有一些讨论 可能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面 有一些的尝试 就是未必那么快要考虑一些恒常的事情 但是就可以是一些project-based的事情 譬如可能我復活节的崇拜 我可以怎样做呢 又或者復活节的里面 我推前一点整个预备的旅程 或者之前受苦节 復活节怎样是一个串联呢 那就是这些位置都是一些 我们可以尝试去想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主题 或者有一个特定的日子里面 开始才会比较容易 施乐你都可能回答一下 因为你在崇拜部 如何去教会推动 有没有 我想特别在现在我们通常 在崇拜的事奉里面 通常都是以音乐来做一个 这样的事奉的渠道 我想好像刚才熊博士所说 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较小的规模里面 可能在一些团契里面 或者我们可能在一些节旗里面 特别是刚才教权牧师所说 Jason牧师其实之前都做过一些事情 就是在崇拜的场景里面 如何来摆一些花 或者一些不同的饰物等等 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来到去 在听道或者在密想里面 能够来到去敬拜神 这个都是一个 慢慢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层面上面 另外再想问一问就是 我们信徒 特别是个别个人的层面里面 怎样来到去透过艺术 或者推动这个神学 这个美学这个发展里面 去自己去灵命上面有一个成长 帮助自己 我想我纯粹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你去尝试做一些创作或者艺术的事情 其实我会和自己去说 那个都是我好像一个我自己的灵修 或者我自己的反省 好像我那天我要预备崇拜 我要插一盆花 那我通常我的做法 我会了解一下那天崇拜 是什么主题 或者如果我知道讲到经文 那我就会最好 又或者那天是不是某一个折旗 那我就会在那个讯息的里面 我自己会有一些思想 那我想在里面有什么反省 或者我想去带出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可能我会选某些花 或者我想插某一个形 那我自己就觉得 忠然看的人未必知道我想做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个我拿了它来做一个 好像一个灵修的材料那样 在一个过程里面 都是我在一个信仰里面的思考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的起步 但是你说我未必是有这样的侍奉机会 或者我未必是这样的侍奉团队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其实每一样东西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 就是究竟你选择 你桌面上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已经用了一些 的形式去排列过去砌过 而那个做法的里面 究竟和我的信仰人生有什么的关系 或者那段时间 我想要提醒自己一些什么东西 我做一个标示给自己去提醒自己 那其实那些都是一个艺术 就好像当是一个灵修 自己去如何透过一些 你透过你每一日的生活 其实艺术都是一种生活 就是我如何在我的生活里面 和我的信仰去结合 不过你只是透过一些做的东西 或者透过一些物质 或者一个物料 或者你眼看到的东西 其实都是和我的生命去挂钩的 那这个都是一个艺术 好啊 想起我们以前有姐妹在主送那里 赋予一个熟灵的名字 都是的 就是一个 甚至大家在装修的时候 都要想一下自己的家里 如何表达对神的 无论在灯饰 或者是布置上面 編排上面 都可能对神有一个投影在里面 都是一个艺术来的 我想都有很多这些位置 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尝试 好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去问熊博士 在教会的一些摆设 或者是视角艺术上面 怎样是摆设 才合乎这个圣道的礼仪 怎样才合乎这个圣道 或者是没有一些参考书 或者是参考图之类 我们又可以多一些去看 或者去学习 我在想这个问题是想 集中在圣道的礼仪 集中在圣道的礼仪 这件事 是 可能又担心摆设 会不会像这样摆设 就好像 偏离了圣经 或者怎样摆设 才能够符合到 和没有冲突到圣经 在圣道里面 其实圣道的传递就是主线 而我有什么艺术 可以帮助到这件事 我会多些放在回应这个位置 我想我今天 我又没有机会太多去讲 这个回应的位置 其实艺术也能够成为 道里面一个很好的回应 我们又会值得去想 究竟我在那个讯息里面 我想引发一个什么的回应 艺术是否能够帮到我 做到这个回应 比如我自己过去 我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 都会受苦节 或者是前一天 星期四 设立圣餐日里面 会有一个崇拜是哪一天 其实每年我们的崇拜都会 相对上会比较多 我示威的起步点 某程度上是这个系列开始的 我们布置的东西 其实真的会多一点 从回应的层面去出发 比如我们试过 刚才你们看到那个大十字架 我们第一次的用途 是做了十字架之后 就放在地上 那会众出来回应的时候 就是有人打钉下去的十字架 就是让我们去思想 基督怎样去为我们 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 钉完这个十字架 就是会树立 然后挂了一块黑色布 就是基督就是为我们牺牲了 那其实这个 本身就是透过一个行动的里面 去配合了一些 视觉的东西去回应 那比如我又试过有一次 第二就是很想强调 就是透过在主撤立聖餐 去颁布我们被撤伤 这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去重新思想 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 那如何去修裂一些逢暴 那我又试过挂了一个 就是用麻包袋 他做了好像想营造一个大面饼 就是大面包的图像 那里面是戒烂了 那帝兄姊妹是要出来扣针 就是你一直去想 有没有一些我们未处理的关系呢 那时候在神面前 有一个纳志去扣 那我觉得如果你配合到一个回应呢 那其实就是达到那种 圣道的传递 而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 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 艺术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去回应圣道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几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就是艺术和圣道 就是如何去结合的一个位置 也都比较容易做 这个位置 那我听以为想问问题 我想问 如果我们真的很有兴趣 在这方面去认识多些 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 可能书籍啊 课程啊 那我们是可以 可能未必是今天能够 那么短时间讲得完 但是如果真的 我们有电影姊妹在想 认识多一些的 都有一些的 我突然间这样去想 其实有一些的书 它都会跟 会多一些跟教会年历的 坦白说这些书 它就会有一些崇拜的设计 其实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环节 有一些的提议 那么 当然你说纯粹一个空间上面 布置的 怎样我们突显回一个 摺旗的讯息 比如我想强调圣灵的降临 怎样有一些的图像 或者有一些的布置 去帮我们去感受 这些布置的书也会有的 那 英国 Iona community 即Iona 即那一系列的里面 它都颇多一些不同的熟悉设计 以及有一些特别的应用的东西 都可以有一些的 reference 可能如果一次我们拿到 即它有些戏剧 那些很多 可能拿一些reference 看看有没有机会给电影师妹 可以知道 相对上英语世界会比较多 中文有一套台湾书叫蜡烛圣道的 蜡烛圣道的 突然说不到最后的几个字 不要紧 就是蜡烛圣道够的 你搜索到的 是的 那套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提议 好 两冊的 好 今天很多谢熊博士 和家权牧师给我们 有很多的分享 以及给我们 在视觉上 这个艺术上面 有更加多的学习 希望能够日后 崇拜学堂 实体和电影专门 大家一起去见面 一起的来到去沟通 彼此的来到继续的学习 最后我们请教权牧师 为我们有结束的祈祷 为我们祷告 七日天父 起初你创造天地 真是一路我们在里面生活的时候 你珠本的供应 我等的美善 甚至我们在 博士今天的教导下 我们学习如何合意 将给我们的美 能够展现在我们 无论是个人 或者是群体的 敬拜上面 以至我们整个信仰 更加的多姿多彩 能够有根有基 但也同时是 不同的形式 能够展示出来 以至无论是 我们来自哪个层面的朋友 新朋友来到的时候 看见原来神 你真是疯疯伏伏在你的当中 求神你自己亲自祝福 祝福红博士 他前面的服侍 给他能够引领更多的 我们讨告奉耶稣基督的命而求 今天 崇拜学堂的聚会 就停在此 希望实体能够再见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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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